国际消息来看到昨天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 确诊感染中共肺炎是英国王室第一个确诊病例 这两个星期查尔斯王子参加多场大型的活动 接触上百人 其中也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25号71岁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 确诊感染中共肺炎 所幸症状轻微身体情况良好 威尔斯亲王网站发出声明 表示康沃尔公爵夫人也接受检测 但没有感染病毒 根据政府建议 两人目前正在苏格兰的家中自我隔离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月10号查尔斯王子参加一场在伦敦举行的公益活动 坐在他对面的 就是19号才确诊中共肺炎的摩纳哥亲王亚伯特二世 近期查尔斯王子参加多场大型活动 11号参加王子信托基金的颁奖活动 当时查尔斯王子一下车就伸出手 要与迎接的人握手又赶紧收手 接着又差点与民众握手 隔天查尔斯王子还参加了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揭幕仪式 以及在伦敦大厦举行的澳洲野火慈善晚会 接触上百人 同一天查尔斯王子还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 让外界担忧英国女王是否也被传染 对此白金汉宫表示 女王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查尔斯王子与女王只是短暂会面 目前女王也已经从员工数较多的白金汉宫 搬到温莎城堡居住 新唐人野对电视张次林综合报道